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很開心可以來探望大家的弟兄姊妹 亦很開心看到有些新朋友在當中 因為我發覺一個新的ministry是很興奮的 就好像生一個寶寶出來 但會看到她慢慢的長大 但亦需要棉乾碎濕 放上很多心血和時間 有時會很開心、很興奮 但有時會很失落 感謝神,今天有機會 平日星期日我不會離開教會 除非是去退休會 但因為是安息年 所以很想來探望這個教會 Pastor Jim便會說 你不如來港道 所以很開心地 和大家一起去經歷這個生產之苦 讓我在開始的時候 特別為到你們的ministry 也拜上祷告 求神紀念 繼續賜福這個事工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天父我們感謝你 真是看到你的恩手 是怎樣去帶領 這個教會的弟兄姊妹 有一個新的儀仗 要拓展一個新的領域 天父深信 你說 You honor those who honor you 就願意你賜福與我們一班弟兄姊妹 當他們的心是為了你的國度緣故的時候 願意你繼續使用他們 能夠成為多人的祝福 拓展一個新的領域 當他們要經歷 可能在這個新的事工裏面 有高高低低不同的跌檔的時候 深信你拖大著他們 是與他們同往 願意你將一切的恩惠福分賜到他們 讓他們能夠成為這個社區周圍的人 他們的親戚朋友的祝福 我們這樣祷告奉耶穌的命求 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講到有幾個老朋友 其實年紀都差不多大了 他們決定 我們去喝茶了 四個老人家 一中兩味開著桌子 喝茶了 喝到差不多了 其中一個老人家 就要去洗手間 他就走了去洗手間 但老人家不要記性 去完洗手間之後 他根本就忘記自己去喝茶 就走了 那三個老人家就問 為何不見了一個人 那怎麼辦 沒有理由 他剛剛說去喝茶 但又說去洗手間 然後就不見了人 不如我們去洗手間找他 他們就想去洗手間找他 但他就說 但其實我們要去找誰 我都不記得還有誰跟我們去喝茶 這個故事其實給我們有一個什麼警惕呢 就是當我們仍然記得我們身邊的人的時候 我們好好地把握這個機會 去關懷他 去真的一起讓我們在這個愛裡成長 因為可能有一天 就算你最親的人 你都已經忘記了他是誰 這一個 Valentine's Day 我不知道這個情人節有什麼計劃 有一個小BB的時候可能有不同的了 可能要找人看著他 然後兩個人出去撐桌他 或者帶著他 我記得我第一次 就是有一個BB仔之後 第一個情人節就是帶著那個carrier 放在桌子裡 然後我和太太有人坐在一旁 我還記得叫那個waiter幫我們拍一張照 就是三人行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計劃 不知道你會不會買花 會不會有一個驚喜 或者可能我們當中有些人說 我最不喜歡情人節 我討厭情人節 甚至逃避情人節 因為我們還是單身的 無論是怎樣 其實情人節提醒我們的是什麼 我們應該去向關心我們的人 我們周圍所愛的人 去表達我們的關心我們的愛意 無論是我們的配偶 或者是我們的父母 或者是我們可能有男女朋友 或者是我們所親密的人 無論是怎樣 無論是哪一個 我們都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要去關愛他們 當然今天的題目就是 如何在不完全的家中 做一個完全的人 我想看看我們有多少人 我們現在是同家人住 家人包括什麼呢 爸爸媽媽 或者是太太 或者是兄弟姐妹 有多少人是同家人住的 好嗎 那些留學生不用舉手 真的好 好開心 有多少人在家人住的當中 是要… 按著一道氣的 不敢舉手 因為一會舉手後 出到外面 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好了 其實這裡說到 如何在不完全的家中 做完全人呢 我想你想想想 其實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包括現在我們的家人 其實都是不完全的 或者我們給你一點時間 給你兩分鐘時間 你去思想一下 你成長的過程當中 即是說回你的父母 你覺得你滿不滿意 你成長的氣候呢 父母對你的態度 不滿意的時候 是為什麼呢 不滿意的時候 或者說你覺得他們 需要有什麼的改進呢 那你說 我家裡 我爸爸就是盲盒 你有沒有看過盲盒 拼聲劍以前我們成長的時候 就是怎樣呢 合起來 拿一支雞毛掃就是這樣 可能這些是你覺得 成長過程當中的一些傷痕 不開心的地方 那有沒有呢 我想你怎樣呢 找一個夥伴 跟他分享 在成長過程當中的家庭 是否你滿意的呢 有什麼你覺得 是不滿意的地方呢 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呢 或者你說 好好的 我爸爸媽媽媽很疼我 或者怎樣呢 這樣 一人大概給你說 四十五秒 不要說太久了 那 就是怎樣呢 你會跟隔壁那個人分享 如果前後 你找不到夥伴 總之你就 合起來兩個兩個 跟前後也可以 可以跟師母一起 前後兩個兩個 如果你真的沒有兩個 我們單數的 你便是三個 但是你就要 因著時間 明白嗎 但是你說 都很好 沒有什麼 你說了三秒 但我給你四十五秒 就是說 你要用其餘的四十二秒 去解釋 為什麼呢 你的感受 有什麼的詳情 直至到我說 好 時間夠了 換 那時候呢 第二個開始可以說了 所以你就不要說 總之你要說 四十五秒的時間 給你一點點時間 去想一想 成長的過程 有什麼是好的 有什麼不好的 這樣呢 再說 誰先說 不如頭髮長一點 就先說吧 好嗎 那你說 現在你要量一量 頭髮哪個長一點 這樣 這樣呢 是不是個個都可以 能夠兩個兩個先 差不多了 那麼Victor呢 就孤單少少 不過不要緊要 你可以偷聽人說話又行 參與又行 好 好 預備了 我給你時間 一二三 開始 我想每個人背後 都有一個故事 我們今次說 講題是 怎樣在 在不完全的家中 來做完全人 當然 這個可以是 一個 physically 我們的家 如果你說 我現在都搬了出來 住了 或者我成長了 或者爸爸媽媽都不在 那時候 我們仍然要 deal with 就是 可能我們的配偶 或者說 是 我們屬名的家 關係 所以如果我要改一改 如何在 不完全的關係當中 做一個完全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今天所讀的聖經 你會 體會到 我們所看的 主角是誰呢 主角就是 朗雅 朗雅做起 農夫來 摘了一個葡萄園 在他圓中之後 他喝了很多圓中的酒 他醉了 在帳篷裏面 赤住身子 為什麼我要選擇這個故事呢 如果大家熟悉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就知道當時的世界是很多的罪惡 而神就降了這個洪水來 結果淹沒了所有的人 但是剩下一個的家庭 這個家庭就是 朗雅的家庭 為什麼呢 因為朗雅是異人 那就是說 全世界最完全的人是誰呢 是朗雅 因為所有的人都淹死了 為什麼所有人都淹死了 因為他是最完全的人 所以 神是保護了他一個家庭 而從那個家庭開始 開始一個新的紀元 所以這個是應該來說 道理上是最完全的 在那個時候 世界上最完全的一個家庭 但原來你發覺 最完全一個的人 最完全的一個家庭 原來發覺都是不完全的 其實給我們一個什麼的認知呢 就是原來發覺 今天我們在我們的家庭裡 我們在人際的關係裡 你覺得為什麼那個人會這樣 為什麼神要把我放在這個家裡 為什麼經常都會有這些問題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I deserve better 我覺得我家裡應該是可以好一點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 但是原來當你看羅雅這個例子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咦? 最完全的人 建立一個最完全的家庭 開始一個新的紀元 原來也有問題的 盼望我們今天從羅雅的故事 或者說在整個創世的歷史裡的一個小插曲 學習到就是我們如何在不完全的關係裡 能夠有一個更加完全的一個建立 以致到我們能夠在不完全當中 能夠帶來祝福 有兩個不同的反應對於這個不完全 一個帶來祝福 一個帶來祝座 同樣的我們在我們不完全的家庭當中 我們都可以有不同的態度 同樣也會帶來祝福 或者帶來祝座 就是看我們的決定是怎樣 如果你看羅雅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完全人竟然是不完全 在我們的家庭裡其實也是 或者我們看一看其中一個片段 你就會發覺 原來世界上有很多的東西就是不完全的 讓你看看一個廣告 其實這是一個現疏公司的廣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他讓我們看到人是有很多的缺乏 但是他後來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他就說 當我們mess up的時候 當我們犯錯的時候 someone else comes along to help out 而when things are at its worst 就是事情越搞越糟的時候 但是we are at our best 因為我們可以彼此的扶持 能夠彼此的幫助 最好就是賣他們的現疏 真的 如果我們是覺得生命當中有不完全的 我們只懂得埋怨的時候 我們會越搞越糟 但是原來發覺我們可以彼此相助的時候 完全可以改觀 今天我們嘗試的松狼雅故事 我們用三個英文字母 來代表我們要學習的功課 第一個英文字是A 就是accept 接納根本在我們當中 我們是沒有完全的人 跟我們的關係 亦都不可能有完全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的 expectation 是很高的 就是他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很失望 但是嘗試把你的 expectation 降低 就是人是不完全的 我記得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的生命的導師其中一個 或者說絕無僅有一個 其實是邱清泰博士 家庭慶生協會的會長 Dr.Pity Chiu 和他的太太余竹君女士 那時候我們有三對牧師 和他們一對夫婦 我們有一個小組 我想有五、六年 那一個小組 一起去聊天 祈禱 然後走山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牧師夫婦沒有什麼支持 我們有一次在聊天的時候 Josephine就跟我說 她說 你知不知道 我呢 女兒大了 已經搬出去了 有一次她回來的時候 我就問她 我說Nia 你覺得我做媽媽這麼多年 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呢 那女兒就說 Oh no mom You're a good mom 你很好 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 那竹君就說 不要緊 你說吧 不如這樣 她說 我要先想想 那下次回來呢 那女兒給了九張紙 她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當時 Josephine分享的時候 我跟她說 有什麼改進 她給了九張紙 我看的時候 九張紙 我就學謙卑的功課了 我心想 哇 邱博士和她太太 帶領營會 教導我們怎樣去做夫婦 恩愛夫婦 怎樣去教養兒女 她收到九張紙 我會收到多少張紙啊 那我想 真的成長過程當中 小時候 那女兒覺得 哇 爹地很英雄啊 一樣東西都很厲害啊 但是慢慢長大 我發覺 她和媽媽說話多些 有時和媽媽兩個 子子走到房間 走到廳那裡說 你知不知道她說什麼 說我啊 爹地這樣說我 爹地這樣說我 我發覺 原來我以為我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我也會出外教人 如何教養兒女 現在女兒 就在太太面前 講我的不是 我們要明白 真的 人是不完全的 我們要接納 我們根本是不完全的人 生長在不完全的家庭 所以很多時候 我和青年人說 在家中很煩 爸爸媽媽很煩 其實你們都很開心 可以留學生 可以不需要被爸爸媽媽煩 我不知道你是有私鄉 家庭 或者可能你會覺得 我是自由 很多時候我和青年人說 不要期望你的父母會改變 坦白說他們是不會改變的 做了這麼多年人 有這麼多的習慣 一直的建立是這樣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知道 神是無所不能的 神是會改變對方的 神是會改變我們的父母的 但是在神要改變他 和現在他不改變的當中 我們不知道多長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二十年 那我就怎樣 我就蹲在那裡 我就等 神求你讓我忍耐 我能夠等待父母改變 等待配偶改變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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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這個 dimensions 這個不知幾場的過程中 你怎樣去捱 怎樣去忍,我勸唑 他的青年人是說 對話不要預備 不期望父母會改變 而如果你的父母真的不改变 而你要一个关系改变的时候 有什么可能性? 就是你去改变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关系当中 不完全的家庭当中 我们是期望着对方去改变 神求你改变他 但是可能是神要透过改变你 而改变整个的关系 有没有想过 原来我们都需要被改变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去accept 就是明白到接纳到 对方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以至到我需要 如果要去改变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自己需要去改变 所以我经常说 Your family is only as perfect as you make it 就是你的家庭 只能够完全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是我要能够让他成为什么样的家庭 我摆上的努力量 我所摆上的那份情 那份愿意摆上的心 有多少呢? 现在你看到罗亚的生命 他喝醉了酒 结果是怎样? 结果原来你发觉 家南的父亲含有三个儿子 闪含和雅斧 而含看到他爸爸赤身 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 这是第一个处事的方法 我不知道为何他要这么说 有一天看到爸爸喝醉了 没有穿衣服吗? 爸爸没有穿衣服吗? 爸爸没有穿衣服吗? 你想想 什么是通过他的心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可能他不知道 可能觉得 爸爸 整天说我们 爸爸 圣经里面 或者说神认为是异人 整个世界只是拯救他一个 但是原来都不外如是 你看看那个尊重 没有在那里 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圣经没有详细地说 但是从他受到那个咒座来看 他里面的心 一定是不好的 其实他所做的 表明了什么呢? 其实也表明了 今天我们中国人 很多时候 受到的文化的包袱 就是切瘡疤 有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会将它养出来 一方面 其实中国人 因为我们谦虚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谦虚的民族 你相信不相信吗? 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跟你说 我不认识你的归姓 对啊 归姓 姓陈 荒谬一些 小姓陈 你的姓是贵的 贵的 贵的 我的姓呢 小的而已 虎上居住在哪里 你不会说 我虎上居住在新尼比尔 汗瀉 或者瀉下 就是说 就是一间茅疗仔 瀉下 或者是汗瀉 是很冷的 就住在新尼比尔 那我称你就是兄 称自己就是帝 什么兄 什么帝 那而 介绍你的公子呢 千金呢 有多少位公子 有多少位千金啊 那就是公子和千金 对吧 那你不会说 我的千金刚刚去了读大学了 那你说 小女儿去了读大学了 我乞业仔 现在还在读高学 越有文化就越低贬自己的家 如果你有文化一点 你叫你的儿子做什么 犬儿 乞业都不是 只是狗来的而已 我个儿子 介绍你的太太呢 我说 千夫人好吗 我说 尊敬的夫人 哎呀 黄面婆 哎呀 我老婆 你有文化一点的 你叫老婆做什么 贱内 是不是 有没有听过 很贱的 她在里面 那个就是我老婆 你发觉中国人的文化包袱 就是说 我们会很低贬我们自己的 一方面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叫知恃近乎俑 所以结果 我们就叫我们的子女 成长过程当中 或者我们的父母 叫我们好似的 就是觉得羞恥的 别人走过 你女儿好漂亮哦 漂亮什么呀 丑样到死 你不会说 是啊 我女儿好漂亮的 好似我 是不是 你当然不会这样说的 你会觉得 哎呀 那别人说 不是哦 她读书很厉害哦 哎呀 厉害什么呀 牛呢 这样 那又说 哎呀 不是哦 这个很聪明哦 哎呀 白业好像猴子 那样 那别人乖 你又说她是牛 然后跟着 你 就是 就是 活潑一点的 你又说她好像猴子 那样 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了 夫妇关系都是这样的 或者说 男女朋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对就来结婚的男女朋友 未婚夫妇做辅导的时候 他们就说回其中一个经历 那经历就是什么呢 那 responding 他们的奶奶跟一和女朋友 就去烧烤 那个男子 你知道男人很多时候都会瘫的嘛 就是 哇 他发瘫了 他跟他朋友 用点�익啊 Dorothy 做很多东西啊 这种东西啊 可是那一女的 其实不太熟 Vaccine 站在那裡就很温较嘛 是不是 那不可行 那他们ד Ensuite 他们就跟你说 他说,你可不要这么白痴 那你猜男生的反应是怎样? 男生的反应就是继续白痴 你猜他不说,知道 继续白痴 继续白痴 别理他,他傻的,我们玩 结果结束了这个烤烤之后 回上车 两个人坐上车 当男生一关门 爆炸 你猜郑说他真的继续白痴 郑说他已经很不开心 因为你在他朋友面前说他白痴 然后跟着与他,然后说他不好 然后他就鼓起了一道气 你猜他,你猜他,你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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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你猜他,他,你猜他 你猜他,你猜他 你猜他,我猜他 你猜他 他們說:「我怎麼做?」 然後回到家裡時,不出聲 現在我煮東西很難吃嗎? 你為何要在別人面前這樣說? 我不懂得煮嗎?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原來我們低貶了我們的配偶、親人 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子女 但我們不自覺地傷害了他們 我們都不知道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謙虛、文化的包袱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撩到對方的痛處 因為你為何是爸爸? 你為何說我不對? 你自己也是這樣,你多醜? 你看看,見證一下 我們會這樣去挖倉斑 因為我們要贏 我們在一個對話中,我們不可以輸 但原來發覺 你看看,當這樣做的時候 含帶來的是生命當中的就座 家裡的就座 而其實我們這樣做的,同樣的都會是這樣的 你想想想 我想沒有誰沒試過不吵架 但你吵架的時候,有時會發覺 吵完之後也不知道自己吵了甚麼 吵完之後 猛然醒來 說為了甚麼吵架 我都忘記了 舉個例子 可能女朋友或太太說 我們經常都不出門 我們已經沒有出門過一個月了 結果,丈夫說 甚麼是一個月 三個星期前我們就出門過 甚麼時候呢? 三個星期前的星期三 我們就出門過 沒有,是之前的星期四出門過 我們整個月沒有出門過 不是吧 是星期三,是三個星期前的星期三 我們去Costco 去Costco也算是出門過嗎? 不是吧 是再上個星期四 然後叫甚麼呢? 叫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三、星期四 Costco算不算是出門過 但你發覺 重點是不是Costco 是不是星期三、星期四 doesn't matter是星期三、星期四 重點就是 對方是不開心 對方覺得寂寞 對方覺得寂寞 星期三、星期四 Costco 或是去哪一間地方 根本是完全不重要的 但有時我們就是為了一些不重要的東西 我們就叫 然後上次你也是這樣 下次你也不好是這樣 然後就把最痛的地方畫出來 為了甚麼? 為了要贏 我們除了要accept 明白到根本沒有一個人是完全 我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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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夠完美 我們願意擺上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精力 帶來改變 但另一方面 發覺我們要學習的是 bear with one another 就是說要去包容對方 那樣東西其實是需要我們去學習的 而 或者我們想一下 為甚麼我們要去一二三四這樣去咬 就是因為我們要去贏 但原來發覺在家庭當中 不是法庭 法庭就是講理的地方 道理 但家庭是講情的地方 而當情離的時候 就是有沒有道理 其實是否最重要呢 不重要 為甚麼? 因為對方原來是在受傷 你看看 另外一個態度 發覺閃和雅吹 拿着衣服來踏在肩上 倒退的進去被父親蓋上 他們背著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 完全不同 一個人說 你看看 沒有穿衣服 但他們兩兄弟不敢這樣做 他們甚至是怎樣 他們背著身 然後拿著衣服 甚至不願意看到爸爸的羞辱 就替他掩蓋了 除了包容明白到 爸爸是一個不完全的人 我要接受 並且彼此的去bear with one another 去包容他 不是揭倉疤 還要彼此互補 去cover 去complement 去compensate 對方的缺乏 所以說除了accept 除了要bear with 我們要去complement 就是互補的 去compensate 去補足對方的缺乏 聽到一個故事 是說到有一群小朋友 他們參加 其實那個special Olympic 就是我們稱之為殘奧 雙殘或智障人士的比賽 他們幾個小朋友 就一起去跑一個短跑 預備的時候 幾個小朋友就在排好隊 然後聽到砰 然後他們就離開 離開的時候 其中一個小朋友 一個男生 是有Down syndrome的 唐氏綜合症的 他離開的時候 一聲就跌了在那裡 那些小朋友離開的時候 其中一個女生 為什麽 另外她的朋友 跌在那裡 然後在那裡哭 那她就走回頭 其他審問仔看到她 走回頭 其他審問仔又走回頭 那些人就看了 有沒有搞錯 然後跑完 她才會走回頭 那這個女生走回頭的時候 去到這個跌傷的男生的身邊 然後躲下身體看一看 我發覺她原來擦損了她的膝蓋 然後這個女生就舌頭 就說 I hope it makes you feel better 希望能夠令你 覺得好一點 然後其他小朋友又走回來了 然後 然後 每個人扶起這個小朋友 然後幾個小朋友拉著手 一起的 來走完這場的賽事 最初這些觀眾不知道她們在做什麼的時候 我會這樣嗎 當她們看到 這個女生所做的 和幾個小朋友一起拉著手的 來到終點的時候 有些人的眼淚就流流來了 然後那些人就站起來了 那些人就standing ovation了 就鼓掌了 就興奮了 就是原來發覺 在生命當中 不是誰贏誰輸的事情重要 而是說我們能夠在人家跌倒的時候 在我們所親愛的人受傷的時候 我們能夠扶著她一起走完這場賽事 贏輸的那個Metal不是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能夠撫摸 包紮 這個傷口 以致到 我們能夠一起的 走這條人生 這麼艱難的道路 受傷的概念 我們要很清楚 原來發覺 人很奇怪的 人對外面的人反而很客氣 對自己最親的人 反而是最尖酸黑暴 如果外面的 你公司的老闆 或者你的同事 做了些事 說了一句說話 激怒你的時候 你 算了 忍住他了 是吧 回到家的時候 如果你的太太說了一點點 你的丈夫說了一點點 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說了一點點 你的爸爸說了一點點 的時候 你就爆了 那你就發覺 很可憐 很諷刺 為什麼我對最愛我的人 和對我最愛的人 的態度是最差 然後對其他的人 竟然恭恭敬敬 客氣氣 我們要明白 其實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受傷的人 包括對方 而我們為什麼要把額外的傷害 加到他的身上 舉個例子 我不知道今早出門的時候 有時候回到教會 也有些 episode 些scenario 當然是一個早點 一個遲點 一個吹一個 是不是 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當然有 這個 這個快點 行了 行了 然後 又遲到了 Pastor Jim 又說了 會是這樣 舉例是你太太經常遲到的 你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那天你已經很不耐煩 你已經坐在車上 然後還沒下來 你已經預備 去拋的了 忽然間看到太太 開門口出來 んだ 拋著拋著 拋著 拋著拋著 拋著 的時候 那你 原來發覺 看一看 太太因為剛才說 趕出門口的時候 跌倒,流血 在那个时候做丈夫的 你的反应会是怎样? 你会不会走到太太前面 你已经迟到了,还流什么血? 迟不迟到已经不重要了 你之前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很大的东西 但是忽然间不声缩小了 Pastor Jim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不声缩小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太太受了伤,流血 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帮这个受伤的人抛杀伤口 当我们把事情放入 perspective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到 原来今天我们在争拗的很多东西 在这个不完全的关系里面 很多的争执 其实未必一定那么重要 原来对方是一个受伤的人 我老公已经在外面受到boss 受到project 受到他的同情 很多的压力 然后回到家里 他是受伤的人 太太同样的 在家里要照顾我们的审人 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这个是stay home mom 已经有很多压力 男朋友有很多压力 女朋友有很多压力 爸爸其实已经有很多压力 一直成长当中做爸爸的 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打掉门牙连血吞 就是他这样的 有多可你听到爸爸说 我好辛苦 我好难过 我不懂得如何面对生命 没有的 永远是一个强者 但当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原来就发觉 我们要学习一个概念 is to father your father 就是成为你爸爸的爸爸 因为今天 很多时候原来发觉 我们的父母是 在苦痛当中成长 而得不到他们的关怀 而今天我们长大了 我们明白了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嫌他长气 可不可以能够了解到 他们里面的挣扎 可不可以明白到 我尊重他 不是因为他很厉害 而是因为他是他 其实我也经过一段时候的学习 我妈妈现在91岁 进入92岁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女人 到了八十多岁 她还在Friway开车 结果有一次出事了 所以就没有再开车了 但是发觉 她对机器 不是很熟悉 什么机器呢 就是家里的电视机 DVD 因为我们不是一起住的 她其实还是很随随 自己住的 很多时候会打电话 回来 哎呀阿华 电视又不行了 黑了 但是有个钟在那里 我问 你是不是按错键 你按错键 你告诉我 你按了什么键 我不知道 我按了什么键 通常来说 现在看什么DVD 又要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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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读出来 不用读那些 即是有什么TV VCR 这样的键 我发觉 在电话里教她 如何去控制这个电视 和这个DVD机 是很老气的一件事 不是那个 但是我猛然醒觉 圣经里面 讲到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原来发觉 那个Respect 圣经里面 讲到那个尊重 而在这里 闪和雅忽给他爸爸的尊重 不是在乎他做事做得多好 不是在乎他对或者错 今天我们人的尊重就是什么呢 哇 奥巴马说话很Eloquent 哇 他说话这么厉害 他的嘴巴 某某人 哇 这个Bill Gates 哇 真是厉害 真是这样的 能够在家里能够起家 他很厉害 我们尊重他 这个是平常人的Respect 但圣经的Respect就是 他说 他有缺乏 你母亲老了 你仍然要尊重他 丈夫要尊重太太 因为她是一个Weaker Vessel 因他给你软弱 更加要去尊重他 原来圣经的尊重 不是因为他聪明 我要尊重他 不是因为他对 我要尊重他 而是因为他 他是他 他是我太太 他是我妈妈 他和我的关系 即是他做错了 但我仍然要尊重他 即是他软弱 我仍然要尊重他 而在这一刻 带来祝福的一个举动 就是当闪和雅忽明白到 爸爸这个时候软弱了 我要去compensate他 去complement他 去cover他 以至到他的软弱 他的羞恥 不会在别人面前展露 这个就是一个 不完全的家庭当中 不完全的关系当中 我们需要做的 那你说不完全的家庭当中 怎样做完全人 其实圣经里面说到的 完全是特别说到 那个的成熟度 那个的成熟度 就是说 既然家庭是这样的情况 既然可能 爸爸妈妈甚至配偶 可能他们不改变 但是我可不可以改变我的态度 可能你说 这样就很不值 我不知道 特别是结婚的 有几多个丈夫和太太 咬的是执事的问题 手末的问题 就是 哇 对墨是这样的 然后就咬咬咬咬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 哇 衣服是这样的 你发觉 为了那只墨 你摆上的能力有多少 很多 哇 墨又不摆 每次都是这样 上次也是这样 今次是这样 然后咬咬咬 为了那只墨 你想想 如果你这样走过来 咬咬咬咬咬 放掉那只墨 糊 你所吃的能力是很少的 那你就发觉 原来我们今天 将我们的精神精力 摆错在地方 我们摆在一些无谓的争辩 但是当我们明白到 从这个故事当中 最完全的家庭都有 不完全的时候 我们要去学习去接纳 原来最完全的人 都有他的问题的时候 我們學習去包容 我們接納這件事實 我們在不完全的世界裏面 我們去包容對方的錯處 並且去cover 去compensate 去補足 互補 以致到我們的生命能夠帶來祝福 而不是帶來周座 盼望從羅雅的生命當中 他的關係裏面我們都學習到 或者你想一想 我爸爸 我媽媽 我父母和我的兄弟 我的配偶 我的兒女 他們當中有甚麼缺乏 而我願不願意說 我願意接納 我願意包容 甚至我願意多走一步的去補足 以致到他們能夠改變 能夠蒙福 因為他們都是受傷的人 而我要苦摸 包紮這個傷口 我們一起祈禱好嗎 天父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給我們看到 人是不完全的 你的愛在我們當中 不只是在情人節裏面 我們要去買花 我們要去吃餐 都是在天天氣 我要在每天的日子 甚至我們要保護 我们要去互补 我们要去接纳这个事实 是要首先的改变自己 以至于为家 为这个关系带你祝福 天父继续的赐福与 天行圣经教会 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找尽你的应许 好好地为你而活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